欢迎各位收看虎幅骑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 在1499集 有一个地方最后还是漏变了 这个油桶 其实我当时有注意到 但是我抠的时候比较紧 那我以为是不能翻开 其实它这个油桶还是可以翻出来的 那么这个没有打锚钉 也是容易去喷剑的 总而言之 这款玩具这种掉剑的情况 是比较容易发生的 然后这个的话 是之前的玩具的模具 好像是变形的时候有一个翻转 总而言之 这款玩具的下半身来说 就是用了之前 同样是地出 还有围城的一些LG的OP 然后这个零件都导致于说 总而言之 我觉得这款玩具 如果它是一个Voyage Class的价格 我觉得还不错 但是它卖的是一个LG的价位 所以就会让人觉得有点恼火了 那我的话呢 就给各位呢 就顺便聊聊天 做一个这个车到人的一个变形过程 好 这个就变成了一个脚可以走路的机器人 这个梗 以前老肖的节目经常用 好 那我们翻到这里之后的话 我们接着把这个车顶盖这个部分给打开 打开之后的话 我们把它给往上面翻上去 尽量的把它给翻开一些些 再来的话呢 我们把这个里头这个地方先把它给空出来 那我们先把这个车头的话呢 往两侧呢 掰开一下就行了 然后呢 这里是一个双动关节 都把它给翻开 再来的话 我们先整理一下 它的一个这个胸腹这个地方 朝这个地方转过去 转到这 然后呢 内部的话呢 这个肚子要把它翻出来 那这个肚子我也提过了 这里没有毛钉啊 所以呢 还是容易掉件的 到这里 然后呢 我们这个时候做什么呢 把这一块 这一块部件 往内折进去 然后这里是有一个 有一个凸嘛 这个凸 要卡进去这里头 是有一个凹槽 在这里 好 就这样子 把它给 那这个时候呢 这块部件 斜这个分子往后推一点点 这个时候呢 我们才能够方便把这个部件给放进来 那么以及的话呢 我们啊 先先先不要退到这边 先要再做把这个手啊 这里 手的这个地方 转一下 推出一个角度 这样子过来 进来之后 这里啊 这里不要去阻碍倒 这样推进来 到这边 这里是一样的 这个地方 把它给转过来 这里的话呢 其实是有一点 稍微有点小卡 你言而总之呢 这两个部件要先进来 这个手再过来 到这边 然后压好之后 这个手也推进来之后 这个盖板的话呢 再整个的把它给压下来 那么在这个时候的话呢 头的话呢 就可以从后面 把它给翻出来 到这边 这里的话呢 是没有结合卡扣的 只能够放下去 就到这 然后肩膀的话呢 就是透过这个双动关节 把它放下来 手臂就很简单了 从这边 推出来 把这个手掌给翻出 这边 这里也是一样的啊 推过来 到这里 将手给翻出来 那么这个肩膀的这个造型 就把它往下放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记得好像有一位朋友 给我留言说 好像说我后方 顺便给各位看一下 里头还是有一些细节啊 说我好像有什么地方 没有没有盖好 是不是啊 我我我看不太懂 它的意思啊 好像是说 后面这个洞 是可以盖上 还是怎么样 那没关系吧 反正就这么回事了 那么由于它这个模具 本身它的大小呢 当时就是一个 围城或者是地球崛起的 那个LG的OP的模具的 差不多去改的 那它就是一个V级的大小 然后再加上一个配件 所以这一款的话 就是在一个CP值上的话呢 你会感觉它其实 给人的感觉不是说 非常非常的优秀啊 那么不过你如果 个人喜欢的话呢 那我也没有什么意见 但是但是就我来说 它在做工上 确实是瑕疵比较多的 那就再给各位 做个简单的一个车便人 那因为我接下来 我会把它以人形态呢 放进我的柜子里头做收藏 那干脆也让我水一集吧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